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画一个正方的 我这儿有一张范画 咱们就是临摹它 上来先定一下它的构图 量一量比例 量一量它的比例 这个临摹的量比例 直接放在纸上量比例就行 高 宽 一块是长一点点的 还是起形的时候呢 不用着急高坤的量一下 嗯 我就反复强调大家量比例啊 只比 然后这个面啊 量一量 其实这么简单的物体 咱们刚开始还是要量一量啊 一定不要偷懒 包括这个 这都是可以量的啊 比例 今天不光说光有 咱们还要说一下这个比例 怎么去量比例啊 假设定在这儿 然后这段距离 跟下面这段距离 比较一下 那应该再大一点点 反复去量一量 这个位置比较合适 嗯 然后看它的斜度 先把这个垂直线画的垂直 然后把它这两条边 伸长 画长 好 偷视看看 比这边长多少 两比例 这个点在这个位置啊 看一看 在这儿 角度啊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这两条线基本上平行 这点 看 比那点高啊 证明它的斜度更大一点 这条紧续线 稍微给它降低一点 它的头是没那么强 好 这正方体呢 基本上就画了啊 画了咱们呢 把它这个线洗一下啊 画得清楚一些 就是它按部的线 接触暗面的线 或者本身在暗面里面的线啊 把它画中一点 正方体的瘦光面 是这两个面 光线从斜上方打过来 啊 这两个面是瘦光面 啊 也就是亮面 这个是背光面 这个 这是背光面 啊 背光面 也就是暗面 这个两个面 是亮面 里面有一个面 是灰面 啊 这个面是灰面 也就是 三大面 是三大面 里面的啊 黑 白 灰 亮面 暗面 这个灰面 属于亮面里面的 啊 亮面也包括了灰面 记住了 大家只要记住了 这两个面 是瘦光面 这个面 是背光面 就可以啊 先画这个 暗部 图调子的时候 用辅助线 一而辅助线 斜线 排排列的密集 一个方向走 然后 不够密集 再来一遍 先不要着急混方向 啊 这一块 这个部位 它比较重一些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一块 属于明暗交界线 就是暗面 和两个 亮面 啊 交界的地方 明暗对比较强些 可以换一些方向 交叉的 把重点把这块 扣一下 扣出线 也不要太乱 也尽量处理一下 排列要密集啊 主要忽轻忽重啊 基本上手劲呢 控制的比较合适 保持 保持 这个力量呢 保持比较 匀一些 嗯 靠线条 这种密集 反复的叠加 不要用手抹 好 咱们出去切呢 不要用手抹 好 这一块 这一块 继续加 再来一遍 往这边 越来越醒了 好 越来越转 贴着这边 然后转 然后转 往过推 推着 转化 钓子打得圆一些 排线啊 圆一些 不要来回的变回方向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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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这些线 都转换成面了 啊 只要咱们一上吊子 这个屋体就变成了 体块关系 全是块面 线转成面 这一块继续加重 图的密一点啊 那细一点 这个吊子呢 用的时间呢 肯定比你之前找鞋 用的时间会多一些 但是它基本上全是重复作业 基本上也就是 反复的图 要排线圆一些 密一些 你这吊子呢 就显得干净 不会显得那么热 如果 尖格比较 比较 比较大 而且来回的变速方法也都掉了 所以显得很热 是脏 我现在用斜线要较长 我不是涂一遍 我一个方向反复可能涂很多遍 这是暗部 然后把这个下面这个边 轮口线 再重一点 投影 这块是它投影 光从这边打过来 斜上方打过来 投影就在这边 跟光源的位置是对立的 这个投影是最重的 然后贴着它这个轮廓线 涂这个投影 涂这个投影 这块可以一下就中过它 不用特小心 上了一下就给它 卡的很重 让它一下拉开距离 一下就把这个正方底给它拖起来 接着它这个轮廓线的这个方向 我推着 跟下面 相接起来 好 哇,这是它投影 然后把这块 也是 两个转折这块 涂得更清晰一些 好,这块很重 然后呢,咱们开始画这个亮部 亮部一定要记住了最后画 先不用着急涂它背影 背景先不要管它 看它的亮部 灰面 轻一点啊 我现在就用一根笔 二笔啊 靠手的力度 轻一点 一个方向不要太乱 不要着急换方向 然后这一条线 弄到面里去 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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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一点 不要让它太皱 显得太跳 也揉到这面去 全是体面关系 瘦光面 就是这个 最亮的面先不要管它 然后看它这块 然后压住在里面 它也是稍微重一点 但是不要给它 也是给它慢慢的往外扩散一下 成一个面 扩散出一点面 然后把这块压得重一点 这个时候你要想象的 它就不是线 它是一个面 然后把这些线 推到背景里 再说 这一刀 它是什么 是什么 这下来是什么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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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来是什么 我们把背景扑开了 然后重要的是这些地方 把这个面往外 逐渐的往外推 揉到这个背景里去 也是面 也变成面 这条线也是 这条线也变成面 这条线也是 揉到背景里去 大家看这个现在已经是 全是块面关系了 把这个 全是块面关系 这块呢 它是这样处理的 它把这儿 作为了一个 最亮的部分 这条边 然后这边涂了一点淡淡 特别淡淡毁掉 所以它把这个小点边 就画了出来 这些地方 用橡皮擦一下 这是它画的这个石膏破损 加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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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 这块也是 这块也是这些地方会重些 两面 转折的地方 包括灰面 再再加弹 再加弹 再加弹 这块 再加弹 硬一点的橡皮擦一下 这回下午会更好一些 正好配个种 突出它 这是一个白色的 是吗 对 秃出它的白 秃出它的白 秃出它的背景 对比 这儿暗 这儿就亮一点 这儿亮 这块就暗 投影在中间 好 这个基本上就画了 注意 这个亮面和暗面 一定要把距离拉开 然后投影和这个暗部 也要给它拉开 然后这样把这个正方体画的 它有一种重量感 然后这些边的地方也是 也要突出 对比墙 把这边缘的地方拿出 就追一点 好 就到这儿 然后就赶上你